白白胖胖 白白胖胖 現在應該會有一點吧 怎麼說 剛好我現在比較胖一點 他有點像在暗算說 民進黨人都沒有在做事之類 那可能也不會生氣吧 就去想說他講的是不是符合事實 這事實的話就不會生氣啊 白白胖胖算可愛的 如果是朋友的話還好 但是我覺得在公開場合 可能比較不適合用這樣的方式說話 魔鬼中的魔鬼吧 因為那感覺就是指比較 個性上的事情 所以就會比較覺得冒犯到的感覺 幹嘛攻擊人家的身材 又不是故意的 因為講正式沒有人會聽 講攻擊外表就會吸引很多記者注意 那並不是一個好的方式吧 因為我覺得在談政治的時候 還是以政績去評論會比較好 就事論事 我們都要去 我覺得憑外表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 支持他的人並不會在意這個話題 背後的道德或什麼等等問題 他們會感覺到這個人 他在為我們發聲他的意見跟我一樣 我不認為那是庶民的語言 對啊 我不是那麼認為 所以我不能理解為什麼會這樣 也不一定是平易近人 但我覺得他們會很需要那種 很有話題性 很有亮點的一些詞彙 然後去歸類人 就是不管是劃分哪些是我的 我自己的人 或是哪些是非我族類 庶民語言後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他們只是在煽動人民情緒而已 用這些話 然後為他們的粉絲 他們的粉絲覺得哇哇哇好屌這樣 這樣其實是不對的 台灣媒體的那個收視率 收視率也是會跟著說民眾 有興趣看什麼而改變他們的播放的內容 那如果我們自己 可以先從我們自己做起的話 我覺得好像整個討論的風向 就會比較健康一點